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 福建平潭国际旅游岛 平潭岛是我国第五大岛 福建第一大岛 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 从今天五位嘉宾要分成两组 一组是游玩组 一组是体验组 哇 好刺激这我第一次钓鱼 我就好爱钓鱼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吃海鲜排档 也是我们到海边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螺肉太豪恨 而且我觉得食物它清晰着很多爱 甚至我们今天如此幸福地吃这样一餐 谢谢平潭 我们想在平潭最长感恩之旅 我感觉我们就今天就一件事 搞个相亲角 两位那个男嘉宾都选择了我们降临 我们这成浪 祝你们空空空空 就希望我爸多多自己疼自己一点点 今天我们也帮大家完成了很多 其他人的心愿 而这些愿望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对于幸福的渴望 希望通过节目 让所有的观众朋友 关注到大家身边的人 带着他们一起好好吃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生间解渴 清爽解腻的康师傅 传适青饮 酸梅汤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生间解渴 清爽解腻的康师傅 传适青饮 酸梅汤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打卡不吃货团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 边看边聊 打卡各地美食 也可进入打卡不吃货团话题页 参与吃货美食计划 吃货打卡能耐互动 每周节奏 吃货惊喜 今天我们在平潭吃到了很多美食 遇见了很多美景 也受到了很多当地朋友的热情款待 所以明天为了回馈平潭的朋友们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期心愿特技 今晚我们会随机在路边 收集路人朋友的心愿 然后选取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心愿 明天由各位吃货团的成员 来为他们完成 好 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许愿人 哈喽哈喽 您好您好 请坐这里 快快快请坐请坐 现在有什么小愿望吗 我就想可不可以认识一些拓展一下圈子 认识一些新的人 哦 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要求 我就希望就是能够可以聊聊哪里 有共同的爱好啊 审美啊 共同兴趣爱好有点一致啊 就这个心愿啊 就没别的 想多拓展一下社交圈 对对对 好 送你一点饮料 再送你一点饮料 产生成员 产生成员 对希望你找到合适的圈子 那就借你们几个 拓展起来 好 让自己开心忙起来 我觉得对男生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 嗯 好谢谢 拜拜 真是好 好 来我们下一位心愿人 哦 哎您好 怎么成功您 我是平潭综合时间区的 体积中心的工作人员 急救中心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呼吁全国广大的存储 如果遇到我们救护车 执行紧急任务 能够尽快地 滥出一条生命通道 呼吁一下 这个确实 您说这个非常有发言权 我们呼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在大陆上 马路上看到 有急救车辆的话 请及时闭上出一条生命通道 这一点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你好 你好 你们是夫妻俩 还是情侣 情侣 明天就是夫妻了 明天就领证 快坐 好幸运 明天就领证 好日子 恭喜 新婚燕儿 有没有什么 想完成的事情 还没完成 我们可以帮你们 我们俩都在上班 我也是今天特地从福州赶过来 本来是打算在领证的过程当中 有朋友帮我们拍照 但是因为是上班时间比较充满 所以现在没办法 想留下一些照片纪念 对 我就想跟月哥合个照 行不行 当然可以 你们两个明天明镇局帮你们拍 明天咱们上民众局 行 我们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明天联系你们 好不好 好嘞 谢谢 谢谢 好好 来 我们下一位 我想上一次电视 你可以这样说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蔡楚遥 我上电视了 我上电视了 yes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叫周礼 是在七强天运动 因为我们的小心愿 就是想跟我的父亲 当众朋友吃一顿饭 希望他一口 我老公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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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床艺人 我想让我躺着玩家 我的名字叫 我老公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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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坐传播的手艺人 我的歌领幸运 是 我希望找到一个很可爱的女人 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能不能到 你所有的家人都能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吃早餐哦 哦 在弄早餐啊 早 在干啥 你在杀蟹 对 你要做那个海鲜粥是不是 海鲜粥是吗 对 哇 你好看哦 有有有有 汁都跑到这儿来了 这是啥呀 宽粉 橡皮筋是吗 对不起 哎 应该好歹 吃饱开个背啊 不管它了啊 哎 把虚虚剪掉 看我家里人为什么做 不开背的话 早餐这样 早餐这样 我听你可以吗 我其实不太可以 哎呦 接下来我们请一个老师教你们做朋友 好 你好 我好想学啊 来来 我要喝上一口康师傅青阳果会 给自己夹夹劲 嗯 首先螃蟹的处理 钳子先把它拿下来 然后用手进去 然后把它盒子整个拿下来 哎 棒棒棒棒棒 是很会做饭的 我记忆里都回来了 平时吃的还真臭 对 没有那么大块 对对对 然后是不是要把那个东西敲碎 对 去把它的那个敲碎 对 否则你们就没有办法吃到它 好 OK了 可以了 哇 这样真的会很好吃吧 然后接下来是处理鲍鱼 我第一次看到活的鲍鱼 这个很有趣 我先用这个剪刀 把它挖一下 对 我们在冬鲍鱼的时候 要把这个刷干净哈 不要影响大家的口感哈 果然很厉害呢 嗯 制作海鲜粥的食材 一定要格外新鲜 苏子蟹 鸡尾虾 蝉子 花鸽 鲍鱼等 都是煎熬海鲜粥的上等食材 将海鲜们处理干净后 放入大米粥内进行炖煮 再加上少许的姜丝和香油 一股鲜香可口的海鲜 砂锅粥就做好了 如果显然粥更为浓稠 可以试试加上一勺花生酱 这是什么花生酱 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 煮沙过之后都会放 粥会比较浓醇 大家都渴了吧 渴了啊 做成只有水果杯 对 康师傅清阳果会 这有不同的味道 哇 这个蜜桃 咱俩要放到桃桃里面 哇 这个好香哦 这个味道 大家来挑选一下吧 好不好 这个是啥 这个是柚子 蜂蜜柚子 这个是桃 这个是芒果 那个是芒果 我来喝桃 蜂蜜柚子 干杯 干杯 好喝吗 好喝 好喝 真的好好喝 雨昕呢 雨昕呢 不知道 而且真的没有安排她的路纸 她去向哪了 她 雨昕咋的了 雨昕早上八点就出发了 去了平潭周边的一个小岛上 去完成她自己的一个小心乐 其实在昨天的录制过程中 又偶然得知平潭东北的海面上有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外岛 叫做东翔岛 那这座岛 那这座岛内 常年都只有一辆客船在平潭和东翔岛之间往返 那岛上的小朋友们就很少有机会可以遇到 所以又准备了一批课外书 希望可以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移动书屋 希望通过这些课本可以让他们看到更大的时间 这是一栋书吗 对啊 是 第一次要多做吧 还有书吗 没有书了 我觉得我就留两段话 不要告诉大家 其实还是要清读书 因为读书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路可以走 而且我觉得在书本里面 其实都会看到不一样的知识点 然后他们会看到更大的世界 不然他们总以为 就是山北那边上海 然后摆在另一边 然后不知道是谁 可能书里现在就都有答案 对 我点字了一点 因为我觉得生活是中处多彩的 希望他们在书本里面找到更多的色彩 然后看到更大的世界 谢谢 谢谢 姐姐 真的很不容易 她吃早饭的吗 她没有 给她带点 给她带点抽 抽好了 哎呀可以啊 好香哦 我们来打汤了 谢谢 可以啊 还是有水准啊你们 不错这个粥 好香哦 好鲜 怎么回事啊 我本来想喝一小口 哎 好香哦 好好看啊这边 海天一色 好美的海眼 真想在这玩几天 还挺饱喝点粥 早上喝点粥好暖 胃很暖 因为呢 昨天在新月活动 秋集的过程之中 有很多很多平坦的年轻人 想要找男女朋友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做第一个任务 就是为现代的平坦的年轻人 办一场相亲会 认识更多的人 我觉得修成一段姻缘 是一件功能是什么 但只是因为很多人 喜欢随缘嘛 对 但是我们要尽量的 就是让他们自己看上眼 我们不要 不要硬逼 对 走 帮助他们相亲去 走 出发 再敲打我车 我好担心一会儿 相亲的时候怎么办哦 啊 我都没有这种经验 我也没有相过去啊 不是不是相亲 就是没有 没有帮人拉过红线 我跟你们说一下 一会儿大概的玩法 我们一会儿有五位 单身的女青年 但是女青年前面 会有七份 单身男青年的朋友圈的截图 然后呢 你们要跟他一块儿商量 想见哪个见哪个 然后呢 我们会让男青年 和女青年去写信 约好一家餐厅 然后你们要陪他去等 看看他想要约的那个人 会不会来 如果来的话 你们就三个人一起 吃一顿甜蜜的饭 三个人一起 他们只看朋友圈吗 还是说能见到那个 七位的本人啊 就看朋友圈挑想见识 盲挑啊 哇真的开盲盒哎 有跟她亲过亲吗 岳哥我今天才二十六 二十六 我二十三就相亲了 怎么了 怎么 怎么哪种方式呢 去哪约着 我三姐给我介绍一个 然后跟人家见面 然后屋里聊 聊完之后 给人家桌上割二百块钱 如果人家不退 就成功了 如果人家退了 就就没成功 然后二百块钱割桌子上 那钱比我倒架的还快 比我倒架的还快 我跟你讲 我最近老看一些爱情的事 有些人啊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你 我就为你付出特别多 还有那种 明明不喜欢 但是偶尔甩颗糖吃给你 吊着 吊着吊着 我被人吊好多年 是不是 老给个糖 而且他就是那种 也不拒绝你的善意 对不对 嗯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是我喜欢那个女生 然后上课的时候 那个女生摆什么姿势 哎我也要摆什么姿势 就比如说那个女生就这么参照 然后我看一眼就我也要这样 就感觉好像两个人在一块 就好像在一起了一样 在一起了一样的感觉 就毫如缘分那种感觉 就毫如缘分那种感觉 爱情真美好 真的好好看吗 你看 有海的灯 是吗 怎么样一看就很像那种 漫画里的 有请我们五位媒婆入堂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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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干嘛哈 大家都 我们坐下聊吧 每个我们就找到搭档 那我就中间这个吧 好 三号 还是 哎还是 我我有点害羞了 你只是辅助 不是你在这相亲 我害羞 我害羞 女性那里 二号 行行行 一童 那我一号 好 好好好 哈啰哈啰哈啰 你好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林长鹿 长鹿 多大了今年 九五年 有个一次初恋吧 就一次啊 对 特别喜欢写作 写作 感觉你人生除了这个爱情之外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充斥自己的人生 自己有想写 回家山写的诗 挺好 希望以后年轻人能够 从亲人的视角来 然后怎么还认识 所以你怎么称呼 我叫 例如例叫 顾点 顾点 对 感觉你是很贤惠的那种 应该做饭很好吃 做饭 真的吗 对 不要有做饭 所以你会想找一个 这是会做饭的吗 那我尽量希望就是说 不过这个也可以选 叫小田 小田 平台人 但是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去福州了 福州工作 好 那身高 体重 身高肯定要高 那你多高 我一米六八 哇 一个女孩一米六八很高了 对啊 长一个一米八以上的是吧 稍微的高一点就可以了 这我的要求 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幽默成熟上 爱给你的专业是 因为我是开花店的 然后里面还做一点 培评了什么的 然后平时 花店里面有出关 然后去为牛乱猫 牛乱高 我也希望说对方不排除 我们养这些小公园 你希望他们是什么样的 比较阳光 比较 笑对人生的这个 我比较喜欢 就开朗 比较正能量的一些 我们找到了 今天可能会来的一些 男嘉宾的朋友圈 所以你可以 稍微翻阅一下 真的很热爱生活 这个人 如镜花雪月 如梦幻幻 感觉能跟你聊一聊 那好 只有一段照片 她的生活 你看是很爱吃外卖 感觉她算是一个 做金融方面 感觉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我觉得有爱心的男生很好 她很爱回忆 她很爱回忆 老师 因为老师 我们一组一组来说出自己想选的编号 我们这边想选的是五号男生 你们也选了五号 怎么办 让出来 冷的吧 我们这个很喜欢五号 先来后到 要不猜个全吧 这么吵吵决定自己的 猜全 姑娘 你有点过了吧 你们除了五号之外 是不是在五号和一号之间纠结了 你们也是 哇 你们两个同一款喜欢的 那我们一个一号一个五号吧 不行 你们追求我的一号 我们先请五号 这 你坐这里或者坐四号 你可以消 就近原则 就近原则 他就近原则了 他懒得走 就近了 你输在个位置上 没关系 说不定你另外一个背景是更好的选择 二号选择 四号 这里 你好 帅哦 欢迎 我们这个六号 这里 你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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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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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儿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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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开始七分钟约会 聊一聊 今天有多少次 大概两次 对他的影响大了 过去 过去 过去啊 过去啊 但是印象 凯定会 不合适 因为他 第一段是第二段是 第二段是 第二段是 那是什么时候 几乎 哈哈哈 有没有 三角的过去 他为什么分了 我也是 哈哈哈 不合适 哈哈哈 着急 慢慢来 慢慢来 你有什么想问 哎我看 嘉宾 杯子空了 啊 哈哈哈 哈哈 碰了好久了啊 刚刚花我都放在你位子上 你就直接放桌子上 我们有请7号男嘉宾 哎 过来 一 四号 哈哈哈哈 我是所以所以才当于哈哈哈 你的身高是多少 一米八一 一米八一 他现在在 福州工作 他是个老师 你呢 我在平台海关那边 都海关那边 大老 你叫什么 你很帅啊我觉得 我那么帅 帅 帅 我觉得你对喜 你叫他也很漂亮 很帅 谢谢 他很漂亮 他是个老师很美 没有不是学校的老师 是 艺术老师 是教小跟普通话 我这个评论刚好还没标准 哈哈哈 有个平台人 平台人 对 平台人 哇 哇 我们这成了 哈哈哈 耶 耶 嘿嘿嘿 你看 你看咱们俩开心的 成了 那个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聊 不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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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嘛跑 不是 为什么 他还是想 他想让我们多接触一下 一行那俩都互相都非常喜欢 真的 尤其那姑娘特别开心 那小伙子也很腼腆 对 你跑干嘛 对 你跑干嘛 让你们安慰好好聊一聊 但是我们已经聊完了 聊完了 因为他主要还是在平台上班 的话对我来说 就是我不太可能会平台 因为我已经在 他就想在福州生活 那你 我不喜欢陈世 对 我喜欢陈世 然后就能接触我 其实你们可以随意聊 我可能性格 更喜欢独处一点 你喜欢独处啊 你也喜欢独处 太好了 你们一个月见一次 好不好 这个也是线上聊一下 没事的 就是恋爱归恋爱 各自的生活还是要有 是不是 有些个人会比较追求 就是精神环面 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音乐一样的 喜欢电影一样的 可以聊一起探讨 还有这些问题的看法 可以一起看 我唱了一句话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他说就是 现在不是拼图 你缺了这么一脚 然后让对方补这个一脚 而是说 你是一个女人 对方也是一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 会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缘 但如果有很好的交流跟碰撞 我们就有更棒的一个想法 非常理智的 有感觉到吗 感觉的错 因为两个相爱的人 最重要的是在他面前 还能自由的做自己 那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模式 我觉得那么一个人 都没有权利去要求另外一个人 对 是 那你们两个 追寻的那个基本的理论 还是一致的 好尴尬 你好兄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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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啥的啦 不就是自由 搭配一下吗 对吧 他很好啊 我知道我知道 哇哇哇 大家都 先聊一聊 我们是给他一个对比 有对比有差距吗 不就是那个差距 不就是那个差距 你别这样 别这样 不用这么切气 你看你把人逼成什么 把自己逼成差距了 不然就是这样 不然就是这样 上来 你的工作室 我是工作室的 哎 那你的工作也是有一点接近 那你会做饭吗 会 不是 不是 好 好 好了 好 你爱养狗吗 我海鲁村都养 哦 谢谢福河 谢谢 谢谢 真吗 真不错 他很好很稳重 你身高多少 167 我也167 也也可以 也可以当朋友嘛 可以当朋友 嗯 那你在平常做什么呀 摄影师 啊摄影师 那你为什么帮了个吉他呀 对啊 然后最近因为 这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想 大家拍的玩的 我以为他是喜欢吉他的 然后才会给他 对 那你平时幽默吗 我其实不太上语了 可以 那上语了 那我走吧 哈哈 让我走 你这句话说的真不错 挺幽默的呀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子 张手 谢谢 哈哈哈 你喜欢宠物吗 很喜欢我很喜欢狗 哦 他很喜欢猫猫 那比如说 哎你的另一半比较忙 那你会体恤他们 他就相互 我觉得 在爱情面前 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去购听的 哈哈哈 我两个人吵架 你会怎么解决 那肯定我认错啊 因为吵架 总有的总有30%的原因是基于我 哎你很爷们哎 不论对错 当然他不能涉及到三观的对错了 那你有什么问题问音音吗 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哇 来 我们请男生回房 作为MC到小房间等待 谢谢 谢谢 他太紧张 满手满开 谢谢了 先走了啊 谢谢 你们可能要写下你心仪的男生 对不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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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张信封 如果你们想再深入了解一下 可以在上面写下你们在平坛最喜欢吃的一家餐厅 写上想约会的男嘉宾编号 写上你们想跟他们说的一句话 然后我们会帮你们传递心意 刚刚没有出场的男嘉宾 如果对你们有好感 也有可能会去与你们见面 但是要与哪位男嘉宾约会 完全看你们自己的心意 要学哪个啊 我不知道啊 那你 我 我 你不学 你不学 你有什么 你不学 我 我 你不学 差一点 我觉得可以当朋友 对可以当朋友 我排队更多一点 我排队更多一点 那大家选定了之后 就去上面这个地址 等自己的心上人 吃什么呢 是热辣滚烫的火锅吗 在等待食物准备的进行 开头看对方的眉眼 如过几粉红的浓汤 一样炙热 是最接地气的街边炒菜吗 便于卸下知识的围方 一边流畅 一边交换彼此秘密 是充斥着多半的甜品吗 在温清安静的环境里 都将两人甜蜜安静的时光 不知道我们的女嘉宾们 会选择什么样的地点 来进行和男生的 第一次约会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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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 这样就不紧张了 一切有老师在 紧张 为什么紧张 你们刚刚不多人见了吗 还是会 还是会有点 哇谢谢 我觉得在爱情面前 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去够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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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咱俩换个位置 好 来 你来 但是我们刚刚 我没有聊 回去的时候回去看看 我 我 你来 我来 你来 你来 啊 啊 你们这是什么局啊 啊 你们这是什么局啊 你还留了一个小心机 还给他回眸一笑啊 还给他回眸一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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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啊 啊 你们这是什么局啊 这是 出其不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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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么说就是音音没一点吸引到你 嗯 啊 可能会是 打个跳呢 啊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来我们二号 嗯 丁子 都是父亲 哈哈哈 哎那你们两个比如说哈 啊 两个人出现了矛盾 你们是习惯冷战还是习惯去好好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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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比较喜欢就是我错的话 我会说那我不错啊 你错的话就是 嗯 如果你们三处的话我觉得疼怀 好 因为我们跟他慢慢上道理对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不能说你错你快你再把我一伤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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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我被哭了 你错了 人家 就是 我也很我也很错我也 那你呢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 首先去面对吧 我说在这个环境下我们不能解决他 我们就放了环境 把心情给放开来 再去沟通这一次 好 好 聊到这了 来我们喝一下康师傅 静阳果 好 好 聊到这了 来我们喝一下康师傅 静阳果 我会蜂蜜柚子茶 喝完它你们就会遇到真正的感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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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 平坛真的很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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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女嘉宾非常笃定就是四号男嘉宾 我们的女嘉宾非常笃定就是四号男嘉宾 相信我有几个美女她会来的 她会来我就觉得 对 来 放杯 所以说为什么中意了四号 还是觉得是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对 送 快手 你快收 怎么 Communication 谁叫她秘密 ink sah voter 她只能慢慢想去大家都要手 颠线 可是现在 去是 quero 我从来后就点入鱿鱼 以后鱿鱼 说越放松结果越好 我们吃着等你来 是不是有人来了 雨昕你的那个戏风向 我们二号女嘉宾选择的是 哎呀就是他给你留了一段话 先读一下 你是个长情的人 希望你也能遇到 不辜负你长情的人 这个人就是他 所以说我们的女嘉宾选的就是 我们四号的男嘉宾 就是首选 所以你为什么选择 其实拿到老一把 是这样 通通的这个感觉还行 因为我在讲他会挺 他会远远一点 谁你碰到的人 他们都不会听吗 讲话是很 没事吧 他没气大型的时候 被人给他带什么 我信上说 他很乖 我还写了一个暗号 暗号 我写的是 男朋友 然后你要回 回他有股费的 我还这么回不上 回不上正常 因为我以为你会看到 这样子 还没看 你说完他就看到了 这是最好的一个回应 哇 那我们要试一下他 就来感觉他会不会有回应 来吧 哎呀 哎呦 哎呦 嗯 嗯 男朋友自我 美食 黑海的谷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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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来拍张照吧 比心比心 2 2 1 很美 有种结婚照的感觉 谢谢 成了 我真的好适合干这个工作 这种感觉真美好 专闯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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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贴心 我们以为你会很内向 但但她说接触下来 你很有趣 试试吧 就有很多优点 包括你刚才谈话的事情 是有很多让你觉得 是很不错的事情 快吃 这是什么 你们要不要吃一样 你们想两个吃 祝你们的爱情火火辣辣 我来 我来 你要不要吃 我去做 你去做 我去做 你去做 我去做 这个 西匆的女孩 我去做 她做 我去做 我去做 会有两个男生 你就见了两个男生 两个男生都觉得 对你有好感 魅力四射 那我等一下该怎么交代吧 对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为什么 选择两个人生活 两个人生活 一定要比一个人快乐 才会选择两个人生活 我觉得要选择 让你开心 舒服的 舒服的那个人 你不要有太大压力 你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好 谢谢 我们在这儿静候佳音 有人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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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六号 我是六号 我姓刘明志刚 刘志刚 刘志刚 志刚 刚刚你没有来跟那个聊案 跟祥陆 刚才我没有排上号 你现在认识吗 我不认识 远远的看 他身上无处不透亮 透露着一种信息 我两夫亲呢 难道你扶额头了 终于 我们看看 你给他写了个什么信 好吧 人可以读吗 读 可以 方便 可以 方便 人间剧场 转煞即逝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机会 留下遗憾 和我们预想的 有点不一样 因为刚刚完全没有聊过 真是一种 好处杂 我觉得这种初见的美好 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留一样 刚刚只匆匆一撇 也没聊上天 但是你还是对他有一些好感 是的 来了 一号男嘉宾 你好 中仁 89年 对 中仁带着自己的信来了 是给我们想录的 你自己念念呗 我念出来了 我念出来了 私密 很私密的话 你们就偷偷看 也没有 大家好 我看一下吧 先看看 对对 翔路来看看 没有 没啥子能播 能播啊 特别能播 也行吧 做得不强 可以念的 可以念的 念的 我相信两个独立的灵魂 也能够查出一些灵魂 两个独立的灵魂 他们两个就是走的这种路子 我已经习惯了 你第一次听 确实有些伤病有点不适应 两位那个男嘉宾都选择了我们翔路啊 要深聊的话 肯定还是要选择一位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了解和沟通啊 那这样 你自己来读你这封信好不好 嗯 方便吗 那 那 那我就直接给中人吧 然后他看一下吧 给你的 哇 哇 现在不是拼图 而是说 两个人在一起会变成一个更大的缘 我相信两个独立的灵魂 也能够查出一些灵魂 哎呦喂 自己默默的就消化了 可能志刚这边 不好意思 真的感谢后爱 谢谢 谢谢志刚 谢谢谢谢 也是很有勇气其实 打扰打扰 哎 菜来了 哎呦喂 都是 沙拉 两份 一个沙拉 一个 他们这边这个意面很好吃 你们吃开心聊开心 好吧 好 希望你们 你坐这儿来呗 永远 这近一点 这么缠绕 哈哈 缠绕 别傻吃 一个男生 勇敢的男孩女孩们 最后他们已经为你们写好了序章 至于之后的故事怎么展开 就靠你们自己了 我们吃货团心愿屋呢 还有一些心愿正等着你们去完成 你们可以从这些心愿中选择一个心愿来帮助他们实现 这个是什么明镇局那个找你的啊对明镇局那个你得去今天他们领证 我们明天领证打算在过程当中有朋友帮我们拍照明天咱们去明镇局见啊我去我去来打电话 喂 喂 你好 你好 钟涛吗 对 你好 你好 你在哪儿 我现在去找你 我们刚刚买了一些洗碗 准备现在过去 回那个管理会那边去领证 还没领呢对吧 还没有 行 现在我去找你 我们一起去领好吗 好的 行 我现在就帮你明镇局去啊 好的 好的 好 来 我们一会儿领证啊 一会儿领证啊 一会儿领证啊 一会儿领证 拜拜 好 那你去呗 我就去这个得了 周黎这个和父亲单独吃顿饭 喂 喂 你好 你喂 你好 我是杨迪 你父亲现在是还在上班还是已经退休了 他跟我在同一个单位 气象局 我待会直接到气象局来找你们 可以吧 好的 好的 拜拜 那咱 走吧 分到杨标 好 分到杨标 各自出发 走 各自出发 走 哎 岳哥 岳哥 恭喜你们 恭喜 恭喜 岳哥 岳哥 那个资料都带齐了啊 带齐了 需要带的都带着呢啊 带齐了 身份证 护护本 都带了 都带了 打听清楚了 这就是民政局是吗 是 对 进了这个门就不能再后悔了 绝对不后悔 绝对不后悔 快冲吧 快冲吧 快冲 你生着急了 快冲吧 岳哥 板 我没有做什么求婚仪式啊 什么 该好想签试机会 看你能不能给我们什么建议 没有求婚仪式啊 那我们得搞点浪漫的呀 这样 我想一个主意 姑娘 咱俩从那边走过来 好 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啊 然后你就冲过去 夹击跪那儿求婚 好 好吗 好 来 咱俩是演成表哥吧 好 我们最近挺好的 很好 最近一切都很好 姑妈都挺好的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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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吧 好 好 嫁给我吧 好 好 嫁给我吧 好的 好的 我想一想吗 你又想 我很愿意 好的 这就借过来了 这就任意了 来 等一听 好开心 对 好开心 这个姑娘已经等不及了 走走 你好 我们在哪儿取号 我们还没有取 来 直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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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 好 好好好 那个 那 我这那会儿 也要填这些 填 这个也填 那 岳哥 你那个平常 婚姻生活 有什么好经验 可以传授一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 夫妻两口子过日 当你发现 真正两口子 走在一个房间 在一个床上睡觉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规定 只是我信任你 你信任我 两个人要互相的交心 过到我离开你两天 我就受不了 那像岳哥这样子 天天出去 跑节目 跑综艺 应该很想媳妇 那当然 受不了 出去一天就受不了 受不了 那把媳妇孩子带在身边一起去 那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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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挺好的 好 好 好 来 他要给我 他身边的户口口造成 二位结婚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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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来帮你 谢谢 谢谢 二位认识多久了 三年 三年 就决定结婚了 挺好 你都不想了 对 恭喜二位 谢谢 谢谢 哇 空白的结婚证 马上要打上字了 他以后是有主的人了 有主的人了 我以后就要天已婚了 那当然 有请 新元 二位 请来 来到台上 首先 恭喜二位 今天已经成为 合法的夫妻 今天是2021年的 9月14号 对二位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打今天起 二位结婚了 二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那我先 首先要问 钟先生 您愿意 请您身边的这位 黄女士为妻吗 愿意 黄女士 您愿意 身边的这位 钟先生 为您的 终身伴侣吗 我愿意 我非常愿意 我愿意 我非常愿意 那二位 在我们庄严的国会下 请二位 宣读诗词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善孝父母 下教子女 互敬互爱 相濡以沫 今后 无论贫穷与富有 健康与疾病 青春与年老 我们都分与同舟 患难与共 共甘共苦 成为终身的伴侣 好感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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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的结婚证 刚刚印好的章 刚好打上去的字 好好看一看 我之前都是在别人的朋友圈看到的 今天终于自己也有这本证了 开心 就这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要热泪盈眶的感觉 再次恭喜二位 我觉得 有句话说得好 百年修的同船度 千年修的共振年 二位修了一千年的缘分 终于喜结年礼 终于可以在一起生活 希望你们开心幸福 永远在一起 好的 谢谢月哥 谢谢月哥 好 我们为你们拍张照片 好 走 我们去吃顿饭吧 好 来 把糖给我们 跟我们摄像老师 一人吃 一人来一个 我来帮你们包好吗 你们就负责张开嘴就好了 来哥 好甜 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 我们计划是十月份 大概多少桌 准备要几个小孩 父母都是 做什么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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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春卷我们也来一个 好吗 春卷 石来运转 这个就来一个 这都是平坦特色小吃 八斤炒糕 好吧 好的 那就这些 帮我们上吧 上菜 这道平坦特色小吃 有天餐绿酒 带来与石来运转 特定味道将搭配 樱温少菜 甘鲜油亭汤 温厚第一顿 配树梅汤绝配 乾杯 谢谢 燕给你 月牙状黄灯灯 外面酥里面暖 说的就是天长地久这道菜 用地瓜粉和糯米粉做皮 包入花生砂糖馅 捏成水饺状 入油锅炸至金黄色 一口下去饺层酥脆 内皮软糯 一股甜滋滋的感觉直上心头 此菜因平堂人叫饺子中的饺与酒 鞋印而得名 饱含着人们希望新人幸福 天长地久的愿望 这个是发生厂高的 你婚礼定在哪家了吗 还是没想好 定了 就是酒店那些都定了 太棒了 好吃 那你再加一块这家 这都是平堂本地的特色女士 这也不错 很香 有个下次你会自己会来平堂玩吗 将来带媳妇孩子再走一遍 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蓝眼泪 蓝眼泪是四五月的时候 平常会有蓝眼泪 就带来说海藻飞发光的生物 然后你脚踩沙滩上都会有着发光亮起来 蓝色的 蓝色的 对蓝色光 下次四月五月就再来看一下蓝眼泪 好美的 二位你慢慢吃 我出去一趟 一会回来啊 好的 慢慢吃 我一会回来 我们的结婚送床品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今天也想送她一套床品 看看能不能买到 您好 您好 我想要结婚四件套 您是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 还是喜欢吃就多一点的 简单一点的 简单一点的 嗯 你先看一下这套会喜欢吗 行 就这个吧 既然你推荐给我 我就买这个吧 好 行 嗯 走着 两位新人 哥哥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 这是一个结婚的几件套 然后希望你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好的 谢谢一个 谢谢一个 坐 坐 坐 嗯 还有日期对你们来说比较重要 呃 也没买到别的 就这三种日报 今天呢 9月14号 9月14号 嗯 好 希望你们今后每一天 都能够像今天一样幸福 嗯 喜结联礼 永结童心 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开心啊 开心 谢谢 谢谢 衷心的祝福二位 但是我 我呢 我要回去了 各位能做的 就到这了 已经帮我们做了好多 非常感谢 希望你们这辈子都能够像今天一样幸福 祝你们红红火火啊 好 谢谢 谢谢越哥 手牵手去登记 绝对不后悔 快抽吧 许下对彼此爱的承诺 我愿意 我非常愿意 这应该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好啊 嫁给我吧 好开心 也是最幸福的责任 哈哈哈哈 我觉得浪漫不是一时一刻 而是一生一世 婚姻生活可能会多了些柴米油盐 但爱情滋味就藏在这一粥一饭之间 这是今日之货 搭开清单 牛油火锅 水煮肉片 锅串串 那就开始吧 这就腻了 又腻了 没在怕的 看 这是吃货的自我修养 康师傅酸味汤 清爽解腻 让吃货 狂吃不腻的实力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达卡的吃货团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 边看边聊 达卡各地美食 也可进入达卡的吃货团话题页 参与吃货美食计划 吃货达卡能量互动 每周解锁 吃货惊喜 气象局 周黎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哇 真没想到这是真的 大家好 我叫周黎 我有一个小心愿 就是想跟我的父亲 单独吃一顿饭 因为我爸他也是跟我一样 都是在气象局工作 平常回到家里以后呢 也基本上都是在聊一些 工作的事情 然后家里的事情 就聊得比较大 然后他这个人 就不喜欢出去外面 这种吃饭啊傻的 然后所以说 想跟他单独吃东方 是比较困难的 我跟刘雨昕来帮助你 完成这个心愿 我是他的助理 不是 我们俩都是一样的人 但我们先参观参观吧 周黎 这就是我们一个 科普的一个展馆 哦 你看其实我们的气象 关系到我们这个生命的安全啊 对 生产的发展 生活的富裕 跟生态的燃好 你看这边都是我们一些老物件 这里的每一个物件 都比我的年龄都还要大 对于平潭而言 气象观测尤为重要 平潭气象局 在暴准台风 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都市 也开展了特色气象旅游服务 助理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 助理一家三代 都是气象观测员 主要工作 就是平潭气象的观测 对于保障 气象系统 一直都在更新变化 但不变的是始终坚守在一线的观测员 工作忙不忙在这儿 工作说忙也挺忙的 基本上现在就全自动化了以后了 解放了我们这种双手嘛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往科研那方面走 就包括就是游客的那些 也算是研究型的 对对 也叫特色服务 其实那些不是我们像去产规业务 对 但是我们就为了这种平潭的旅游 我们想想一下他怎么能助力他 真是最近就是每一位平潭人都在为平潭旅游在推荐 包括我们今天相亲的那个 我那个妹妹她是要写那个导语记 写一些散文关于平潭的一些小故事啊 或者一些景点的推荐都写到她一本书里面 一号男嘉宾也是 是吗 对 平潭青年她做了个公众号 他们俩一定很契合 所以他们俩配对成功啊 是 所以我们今天前面的心愿还满足的挺好的 你单身不 我小孩都两个了 很幸福 挺好 所以唯一的心愿是想跟爸爸单独吃顿饭啊 对 基本上跟他单独吃饭去之可数了 跟爸爸平时关系如何 中国是父子 就是比较含蓄的 含蓄 知道有爱但是不善于表达 对 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 所以今天想跟他单独吃顿饭 就是可以在饭桌上也可以聊聊家常 想聊点未来吧 行吧我们先往餐厅去 走走走 那你平常点完菜你会说 爸爸这是你爱吃的菜 你会说这句话吗 可能这个这个我会说一下 每次开开场白就是 像突然发现一个 就今天试试直接说爸 这是你爱吃的 因为直接切 我切入这个这句话 我觉得会更贴心 直接叫称呼比较好 这样我来模拟 你是叔叔 你是他你是周黎 对我是你 预备走 爸你来了 爸 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所以想要一起吃顿饭 家里吃不行吗 就是想跟你出来吃 因为不想你这么辛苦 那好吧 说到正事上开始说正事了 要爸爸多花一点时间 多照顾自己 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 马上马上马上到了 早就说 知道你的身体不好嘛 所以特别担心 希望我们未来 包括你的孙子啊 经常一起平平和和的 让他原来的吃个饭 这就是真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 你觉得你爸不会回复是不是 直沉大海 爸爸在楼下了哈 我跟雨昕我们先到旁边去观察 反正你自己加油吧 大胆的说没事 我们先躲了 天哪 这个 精彩精彩 他有点 做力难安的感觉 好 来了来了来了 坐 绝对爸爸一样 我真的好像 开始你看脸色都变了 两个人不说话 爸爸开始玩手机 一句话不说 招呼都没打 先喝点水 哎呀妈呀 哎呀尬住了 尬住了 没话 滴一句 现在做饺了 双梅汤挺好喝的 这干锅鱼 到现在鸦雀无声 除了鸡鲜最基本的话以外 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会不会太辣了 那你喜欢吃那个猪脚多吃点 那你喜欢吃这个猪脚多吃点 那你喜欢吃这个猪脚多吃点 猪脚真的很爱吃那个一统天下 咋了几头了 你还记得今天是我生日吗 男的记能力 我的经历 现在不都是过身份证上的生日吗 老一辈却是记英历 其实叔叔是就是嘴巴不说 心里都是记得 其实我觉得 我们平常也可以多多长出来 吃点这种东西 然后你看你现在这个 估计现在一百斤都不到了 我感觉你都瘦的就像皮包骨一样 而且你看你现在这个 平常给你买的那些衣服 你也都不穿 整天都穿的这个样子 那你放的那些衣服干嘛 我把孩子这么靠 把大人都不作为 我跟你讲 小孩子他现在也也长大了 没有那么金贵 没有那么金贵 孩子身是不坏的 没有记得很费的思想 那我小时候 不也就那个样子 那我现在身体很好吗 我觉得 周里跟叔叔的沟通 还可以 其实还行 还行 周里想表达的也 没有表达 表达那么直接 也没有说 爸 我想让你休息休息 其实 是吧 祝你生日快乐 叔叔好啊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快许个愿 小心蜡烛 许三个愿吧 你觉得有一个愿可以说出来 好 好 我第一个愿望 就希望我爸多多 自己疼自己一点点 不要老是 就是对自己都无所谓 好嘞 生日快乐 谢谢 坐坐坐 叔叔您快坐 没事 还行吧 吃的还好不 还好 还好 一切都好 叔叔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 叔叔你知道吗 我们这次来平滩岛 除了就是在这边玩一玩吃一吃 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看到平滩岛的美好之外 我们昨天晚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让周里就有一个心愿给到我们 我们今天就来了 你知道它是什么心愿吗 你觉得 今天有关系吗 跟今天有关系 那是不是他刚才被那个取的愿了 那个是他的终极愿望 他其实这个愿望非常质朴非常简单 我们一看就特别好奇 他说想跟叔叔您单独吃顿饭 这是他的一个心愿 今天约了老爸去外面吃饭 我准备亲手做一道异土天下 就是他最喜欢的那个教育主角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希望他可以喜欢 等我做完了我就带到饭店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菜 也不知道做的会是什么样子 希望等下我爸我喜欢 说起来我爸之前还真从没吃过我做的菜 我还有点小紧张 我爸这个人只要隐瞒起来 吃饭就是随便臭 每次我妈跟他叨叨 他是从来不会听的 希望通过这餐的饭 可以让他感受到我们的关心 以后要好好吃饭 注意身体 希望等下我爸能喜欢这道菜吧 谢谢 谢谢 我们觉得跟家长单独吃顿饭 应该算是比较寻常的一个事吗 我们就问问他 然后就大概了解了你们的一些关系啊什么的 然后就先放你们俩在那边先聊聊看 因为他感觉特别多的话想跟你说 结果他刚刚也没说出个什么 那是交流的比较明面上的东西 深层的东西就很少交流 就内心的东西 不怎么表达爱 不怎么表达出来 其实多交流多表达挺好的 因为中国式的父子家庭都是会比较含蓄一点 我们作为旁观者刚刚确实就我们观察到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们两个进来之前两位都有点眉头紧锁其实 可能交流的常态都属于这种样子 周李一他自己察觉到可能想要跟叔叔多沟通的话 可能就是他也想要解决掉一些平时有些隔阂的地方 其实他的想法就是希望叔叔能够休息休息 因为他很心疼你 说送你的礼物什么衣服也不穿 我觉得穿得整齐就好了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想要 因为长大了嘛有一些能力嘛 想要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也是希望父母能够开心 这个我意见 就是说孩子们给我们买的东西啊 我们一定要穿 一定要在他们面前 展示 也不是 叔叔也明白他用心有这么个心思哈 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跟美式姐妹伴奏亲爱的姐妹 对 没想到 简直没想到 本来以为大家的心愿 但是也是以吃东西作为媒介嘛 我们拍张照好不好 来 你们站中间 我们再往两边 沟通是日常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 但是中国式的父子却常常拒绝沟通 他们总是默默地彼此关心 但是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今天通过周黎和他爸爸的故事 我希望可以呼吁大家 可以适当地放下长幼尊卑 放下父子间的隐忍 可以像哥们儿一样 肩并肩地跟父亲聊一聊这个世界 我们俩就先走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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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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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雨昕和迪哥完成去向局负资心愿的同时 小丁和一同也在海边 为一群阿姨完成跟闺蜜们一起拍摄MV的心愿 临时担任起导演的角色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转圈六摆泡子笑 哎漂亮好过就这样好不好 我们就从那边拉回来然后碰碰杯好不好 OK开始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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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喝爱幸福微笑好看哇哦 其实心态最重要我觉得 因为一个好的心态一个年轻的心态 就是让你整个人状态的不一样 哎对很好 所以无论我们是18 28 38 48 58 我们都拥有自己那个当下的美丽 只要我们心态年轻每个人都是少年 希望这群热爱生活的阿姨们 永远年轻永远肆意舞蹈 哇日暮降临 哇头发都乱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两天一夜的平台之旅临近尾声了 然后岳哥呢因为前边确实天气太热 今天也有高温预警 所以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然后现在还在旁边休息 照顾好自己 没事我带了十来运转回来给 十来运转 对因为我帮小丁 然后给你和那个 谢谢好嘞好嘞 这个能排进我对平台美食的前三 拿回去吃拿回去吃谢谢 因为我们马上平台之旅要结束了 大家还是一人一句 讲讲自己在这两天平台的感受 首先我觉得能来到这里就觉得很幸福 因为这是一个不被大家熟知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觉得能让平台走进大家视野当中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舒适非常美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再有就是感谢导演组对我照顾 感谢老师们对我的照顾 很开心这两天好开心 下一站继续 希望还可以摇紧吗 其实是第一次来平台 然后在这边感受到了很多平台的人情味 因为今天其实 其实撮合了一对情味 找到自己事业新方向 对找到自己的新方向在这边 然后刚刚也有一对就是气象局的父子嘛 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多话一直没说出来的 这刚过于 真的没有回应 然后也去了宗祥岛 然后看到了这边 我觉得是需要更多人来关注到平台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来海边玩玩 然后品尝品尝这边的海鲜 真的很好吃 我那天在骑着那个小店驴 路过那个山道的时候 我喊了人就说我现在好幸福啊 好浪漫哦 我感觉 这边好漂亮的嘞 我很感谢平台能带给我这种感受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难能可贵的 欢迎大家来大链岛玩 今天我们也帮大家完成了很多 心愿 平台人的心愿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拥有大大小小的愿望 而这些愿望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对于幸福的渴望 和这是我们小小的幸福 那我也是第一次来平台嘛 之前听过这个名字 但没有想到是一个海岛 而且这个平台的交通非常发达 就像我老说的一句话 五个半小时就可以坐高铁职业道平台 这个是属于海岛一个非常厉害的优势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有这样优势的情况下来这边感受一下 那我们完成心愿这个事情 感觉这次也非常有意义 尤其是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平台人 他们或多或少都为了平台岛的一个推广发展 在做贡献 包括我们今天去气象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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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在加入一些特别的项目 比如说告诉大家哪个时间段来到平台 可以找到这边非常特色的蓝眼泪 蓝眼泪 蓝眼泪 对 我们气象局也做一些这些特色的这些服务 就是尽量地让你客不要带着失望的 所以每一位平台人都会 为平台的付出再做出自己的一些努力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节目 可以了解到平台的一些美食美景 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的时候来平台做客 欢迎大家 在平台的这两天一夜里 我们体验了最浪漫的海岛风情 品尝了最鲜美的海岛美食 直来运转 生成地牛 好好行啊 同时 在完成心愿的过程中 我们也感受到了平台人 对于家乡 深深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 祝你们红红火火啊 日复一日勤劳捕鱼的吴船长 用心制作海岛美食的大厨 对乡亲们有求必应的 游政局小林 我们能做得到了 我们一般都会做得到 有求必应 一家三代 坚守气象局的周家父子 他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包含热情的建设美丽平台 周哥 我姓林 欢迎你们来平台 为家乡写的心 为亲人的事长来 老解平台认识平台 让世界各地更多的人 来认识平台 这才有了如今腾飞的担保 欢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来平台 吃美食 讲美景 感受 这一抹平台栏 本节目由生间解渴 清爽解腻的康师傅 穿至青饮 酸梅汤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达卡巴吃货团 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 边看边聊 达卡各地美食 也可进入达卡巴吃货团话题夜 参与吃货美食计划 吃货达卡能量互动 每周解锁 吃货惊喜 打卡巴吃货团的第六站 最后一个城市 中国十大古都之一 成都 快来快来 带个带病 有没有水煮牛肉蛋红糕 感谢帅人 他又不会把你吃掉 把我俩送走了 成都带给你的幸福感 是红容和优雅的成果 和孩子待在一起 满足 忠实以水煮 真是快乐 真正的流水煮 哇 哦好贵啊 哦好好吃 哦好想这个 很多人他不一定追求生活的有声有色 他一定要有知有味 打卡巴吃货团